哈喽大家好 今天这个视频主要是想介绍 双键的肚立指标 DX All In One Indicator 这个指标包括了我一次讲的筹码主力线 牛熊指标 还有这个金线老百年金线 在加指标之前你的图应该是 Daily Chart Time Frame是Day的 还有呢就是这个 按着Setting 一定要是 Adgest Data for Dividend 这个是Default 按下去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指标放进了图里面 这边你要注意点是说Trading View的免费版本呢 你只是可以加两个指标罢了 如果敲个两个的话你要把多出来的把它移掉 按这个Indicator 然后你会看到如果你的权限的话呢 你就会收到这个In One Only 就是说我给你权限 这边有个叫做All In One Indicator Double Click 它就会出现这边了 这个 如果你没有权限的话你可以联络我 这个是图现在是很发 好我们要把它调一下 首先呢如果你是要follow我的这个 setting的话呢 很简单 就去这个setting setting 这边 这边这个画面呢什么东西都不用改 好 然后就选这个 start 按下去 这边很多东西 你也知道我的图 这边有这个MN50 20 60 这个就是均线来的 Simple Moving Average 我主要呢是用200天均线 所以把其他人拿掉 剩下200天均线 还有这个 200天均线呢 我是用摆设的 我把它弄成摆设 拆了 这边有个叫做52 Web High 52Web Low 也就是这条线 这个是52周最高的价钱 这边 陈这线 52周low呢也是陈这线 在这边底部 我是用这个来看一下这只股呢 在过去52周它的顶部跟底部是在哪里 然后下面呢 这个8呢 其实就是筹码主力线 这样呢 这些有选项给你用10个8 20个8 但是 我主要呢是用 20 60跟200罢了 20呢是指这些 所以把它换成指这些 这些 这些 然后这个呢把它换成这个step line 60 60个8是蓝色线 也是step line 最好是一样line呢 不然的话 如果你要跟我一起去 呃 分析的话 有时候我是很困乱 200个8呢是灰色线 也是一样选这个step line 你可以看到了 然后按ok 你可以把它shape起来as a default 你可以看到了 我就有这个紫色线 蓝色线 跟这个灰色线 你有了 好 然后这边有个东西就是你看到的这 bear boot 就是牛熊指标 这个指标只要是说它已经有这个 反转的迹象 你看可以看到呢 很多时候呢 当boot出现的时候呢 就开始上升 bear出现的时候就开始下跌 当然这一个 出来出现了 这还是上去啊 当然不一定准 但是大多数时候 boot都是正确的 呀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指标出现的时候 就要小心一点 要去留意一下 这个也是可以设定的 我通常是把它设定成 下面这边 有boot跟bear 那边有个arrow 我把它弄成王色的 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了 现在有个小王色这边 小三角形王色 就是boot跟bear 牛熊指标 所以现在我们有了200天均线 投码主力线跟牛熊指标 这样解释一下 这些线怎么看 200天均线主要就是看长期趋势 如果股价超过200天均线的话 我们可以说它是长期的上升趋势 很多股友呢 只有操作 股价 在这个200天均线上面罢了 低过200天均线 他们是不操作的 所以很多时候如果股价 金差这个200天均线 这个也是个马路讯号 它可以是一个很强的支撑 呀 另外呢 牛熊指标 刚才讲了 熊呢 变了就说 它的顶部已经开始有这个 向下的迹象 这个要小心 步呢 就是环转上去 在底部的时候出现步呢 很有机会继续往上冲 剩下的就是 紫色线 蓝色线跟这个蓝色线 紫色线呢 是28码 就是20天的意思 也就是短线的资金 如果股价在这个 这个啊 突破这个紫色线的话 意思说 它已经是 有着支撑 这个买路信号 短线的买路信号 而蓝色线是60天 也是一样突破 再破就卖出 突破就买路 是中期的 回着线是200天 跟这个200天均线是同一个原理 但它股价突破这个 嗯 回着线 代表了长期的资金 已经开始突破了 大家都是赚钱了 主要呢就是现在呢 就是介绍这样子罢了 我们要找个股呢 就是说盡量的股价呢 站在所有的线上面 如果看到有一些股价突破了 蓝色线 指的线 或者是什么回着线 或者是200天线 这个都是值得注意的 这可能就是一个 豪肉信号 这个啊 就是简单的介绍 如何把这个指标放进去你的图里面 这个肯定是要用tradingview的 如果你没有tradingview account的话 啊你可以用我的这个 revent link去免费的去开个account啊 如果你也是想使用这些筹码阻力线的话很简单 你就去留言区啊了解详情 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这个指标呢只是一个工具 还是看你个人要如何去使用它 如果你是想学习如何使用的话 同样的去留言区了解详情 谢谢大家